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7日晚表示 顿巴斯地区的战局极其艰难 泽连斯基说 俄军正在最大程度的集中火力和兵力 蒙攻顿巴斯地区 对乌军来说顿巴斯地区的战局极其艰难 卢干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谢尔盖·盖黛 27日在社交媒体上说 俄军正从多个方向进攻卢干斯克地区的北顿涅茨克市 并已进入这座乌军在顿巴斯地区控制的最大城市 但还没有突破乌军在市区的防线 目前战斗仍在继续 不过盖黛同时称 尽管认为俄军不会在未来几天内 便完全控制卢干斯克 乌方仍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来守住防线 但乌军有可能不得不撤退以避免被包围 俄新社27日旋警 顿涅茨克地方武装力量的消息报道说 截至目前 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地方 武装力量在俄军的火力支援下 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220个居民点 其中包括战略要地和铁路枢纽红利曼 而乌克兰军方当天称 乌军失守了红利曼的大多数地区 但仍恶守着当地通往乌军 在顿巴斯地区另一大战略重镇 斯拉维·姜斯克的通道